水熊虫,被称为地球上生命力最顽强的生物之一,它不仅能有效地抵御各种辐射,还能较好的适应低温或高温环境。 除水熊虫之外,极壁冰虫也是一种生命力十分顽强的生物,它们数环节动物们,是纠结的远期。 生物学家首次发现极壁冰虫是在1984年,当时,科考人员无意中发现,地面上出现了许多黑色的短小细线。 经过细致观察,科研人员发现这些外形短小的细线,其实是一种生物,它们具有极强的生命力,由于极具有极强的耐含能力。 科学家被批取名为极地冰虫,对于人类而言,绝大多数人都向往温暖宿适的环境,而极地冰虫不一样,它们往往喜欢寄居于温度较低的环境中。 在大多数生物被含冷冻的颤抖时,它依旧充满生机与活力。 科学研究显示,极地冰虫较为青睐的地区,主要有阿拉斯加、太平洋野海滨川等系含地带。 这些寒冷的地区往往很小有其他生物触摸,为极地冰虫的生存,提供了极大的便利,它们几乎没有天敌。 此外,据科学家分析,在枯寒的极地区域,一平方米的区域,应存在超过2600条极地冰虫。 至此,科学家初步判断,面积约为2.7万平方公里的怀特和冰川,应存在至少71只极地冰虫。 数量之大,令人咄舌。 虽然目前极地冰虫数量较多,但科学家依旧表示担忧。 从辩正的角度来看,没有任何一种生物是完全强大的,哪怕是极南韩的极地冰虫也不例外,极地冰虫的南韩性决定了极只能适应温度较低的环境。 在温度略高的环境下,它们便有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。 如今,随着温室效应的增强,全球变暖进程加快,极地多数冰川都出现了融化了迹象,极地冰虫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。 面对逐渐上升的温度,冰虫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。 我们人类尚往的温暖环境对于极地冰虫而言,简直是死亡牢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